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琴 今天我们来做一款非常简单的桂花发展 首先准备卡纸,然后把卡纸剪下来 这是剪好的4片卡纸 然后接下来准备0.3毫米的铜丝 拿出丝绒线 留出一部分线头放在铜丝上面开始缠 然后把铜丝缠紧 缠紧铜丝和线头之后放上一片卡纸 然后从卡纸的头部开始缠绕 这里边缠边把线女平整 这片卡纸缠到头之后 拉出剩下的另外一半卡纸 放在铜丝上继续缠绕 注意不要露出铜丝和卡纸 插完之后把两片卡纸对折 然后在底部打一个结固定 头部捏一下 然后把两片铜丝分开 继续缠左边的铜丝 大概缠两圈铜丝之后 再放上另一片卡纸 继续往下缠 跟刚刚的步骤是一样的 却走不进你心里的天台 如果今生不能相爱 来世重来 我会站在海角天涯等待 等到海枯湿来 你却肆无忌惮 我找了某个在人海徘徊 现在第二片花瓣缠好了 然后对折 把第二片花瓣的尾部打结固定 注意不要刮到第一片花瓣 然后两片花瓣缠完了 咱们接下来继续缠另外一片花瓣 现在四片花瓣都缠好了 然后每一片花瓣记得打结固定一下 然后拿出两根花蕊 对折 放在四个花瓣中间 然后合并尾部的孔丝 用线缠绕固定 缠绕紧之后打结 然后这里用手调整一下花瓣 给它弯一下 然后剪掉多余的花蕊根部 花枝部分用线头缠绕一段距离 最后缠好之后打结 然后把多余的线头藏在铜丝里面绕紧 剪掉多余的线头 然后这样一朵小桂花就做好了 接下来咱们做几片叶子 先剪出叶子的卡纸 取出0.3毫米的铜丝 放上丝绕线 放上丝绕线 开始缠 固定好线头和铜丝之后 放上右边这片卡纸 注意开头要离 要头一些事 好 注意开头 这片卡纸铲完之后放上另外一片卡纸接着铲 注意两片卡纸中间可以留一部分空隙 但是要把铜丝盒卡纸全部铲住 铲好之后对折 然后两根铜丝盒在一起 打结固定 先布置里捏一下 然后把铜丝多绕几圈 大概绕出一厘米的距离 然后把线头放在铜丝中间扭紧固定 最后剪掉多余的线头和铜丝 一片叶子就做好了 现在取出一段铜丝 然后掺过一颗5到6毫米的珍珠 把铜丝对折 然后留紧珍珠 然后剪掉多余的铜丝 现在这里铜丝大概是15厘米左右 现在拿出铜丝 然后把铜丝全部铲紧 然后把铜丝全部铲紧 最后把线头放在铜丝中间绕紧 现在取出一根比较细的铁丝或者是笔 把刚刚这个珍珠放在上面 铲出弹簧的形状 然后取出弹簧 把它拉一下 这样一个弹簧珍珠就做好了 然后这是做好的9朵桂花 还有两个弹簧珍珠 还有几片叶子 然后接下来咱们用QQ线来给它 固定到发簪上面 这里就是一步一步的加上哪一个部件 就可以组装完成了 这里是绑好的两根花枝 然后把这两根桂花固定到发簪上 这个桂花发簪就完成了 最后写我这里记得打结 然后剪掉多余的线头 最后这一点线头用大火机稍微烧一下 就OK了 今天的桂花发簪是不是很简单呢 你学会了吗 最后记得用镊子调整一下花瓣的形状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